穷人想要变成富人 最大的阻碍究竟是什么 阻碍穷人变富的 是接下来的这两个陷阱 如果你是一个普通人 没有百万收入 没有豪车和别墅 请务必认真看完这条视频 第一个陷阱就是传统教育 不知道你注意到没有 我们花了十几年的时间上学 学会了各种技能 但从来没有人教我们如何赚钱 你以为拿到大学毕业证 就能找到高薪工作 这就是在教你赚钱吗 实际上 学校教的技能 都是如何成的一名员工 仔细想一想 大学的专业大多是理工农义法 但从来没有人教你如何成为资本家 如何进行投资 甚至还常常强调资本家是反面角色 心情劳动才是最光荣的 这种观点看似无错 但一旦你踏入社会 你会发现现实非常残酷 学校教授的知识 远远不足以应对社会的挑战 有钱人在社会上 享有更好的生活 而穷人则寸步难行 笑评不笑娼的现象 比比皆是 没有钱的人 甚至连基本的医疗都负担不起 听到这里 你可能会发现一个盲点 这么重要的事情 学校居然没有教 这确实让人纳闷 如果你真这么以为 那你是太天真了 实际上 问题早已被意识到 关键在于 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 并不总是一致的 虽然你渴望富足的生活 但社会并不需要太多的富人 相反 社会更需要的是 每个人都循规蹈矩 为整体的稳定和进步 做出贡献 市场资源终究有限 只能让少部分人富裕 如果每个人都富有 那底层的劳动者 就会变得非常稀缺 从而导致金字塔结构的崩溃 因此 如果你真的想变富 就必须主动学习 如何赚钱 无论是通过读书 付费知识 还是向成功人士学习 都可以 既然学校教会我们如何打工 那么现在 我们就来看看 第二个打工的陷阱 先问你个问题 月收入两万元的人算富有吗 那么月收入五万元的人呢 这听起来确实很可观 但让我们仔细想一想 即使你每月赚五万 扣除房租 生活费和交通费等开支 可能只剩下三万 很多人可能觉得三万元已经不少了 但冷静思考一下 每月三万 一年下来是三十六万 十年是三百六十万 再加上利息 要在北京买一套一百二十平方米的房子 可能需要几十年 这期间你还需要确保 不会遇到任何意外情况 或职业变故 所以我接下来要说的话 可能有点残酷 但却是事实 不论你是北大清华 还是985211 只要你仍然是一名打工组 想要支付是相当困难的 我并不是说教育没有用 而是想强调 通过学历提升打工收入 是有一定局限的 对于大多数上班组来说 年薪五十万元 可能是一个很难突破的上限 打工者的思维往往是线性的 比如每月存五千 十个月积累五万 然而真正赚钱的人 通常是以指数爆炸的方式 积累财富的 也许你几年都没有赚到大钱 但最后一年 却可能突然赚了成百上千万 打工占据了你大部分的时间 让你无法顾及其他事情 每天忙于工作 没有时间和精力 去考虑投资或创业 只能日复一日地 重复相同的生活 因此对于普通人来说 摆脱打工的陷阱至关重要 多学习一些有用的知识 尤其是与赚钱相关的知识 赚钱的知识 其实是有很多很多的 但是我能告诉你的 就是如何用钱去赚钱 你身边有没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 好多人不上班 但是日子过得挺好 有的人天天很努力地上班或者打工 反而没有钱 请不吝点赚钱